越用你越喜欢越疗愈 很有视觉的感觉之外呢 就是整体的气色会看起来非常的好 这个属于就是很适中 对于每个人的脸型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操控 OMG这手机真的是太好用了 Hello 我是爱丽丝 今天呢是要来跟大家分享7月的爱用品 我只能说天哪我真的超级久没有这样子拍片跟大家分享了 因为在这之前大家应该看到的都是比较多生活的vlog啊这样子的生活影片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子的影片啦 因为我个人是拍得很开心剪得也很疗愈 希望可以给大家这种比较轻松的感觉 未来这样子的影片应该也会蛮多的 主要就是因为我随时都在记录我自己的生活嘛 这样子 那今天呢就主要是好好坐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7月的爱用品 那如果想知道今天分享的内容 我们就接着看下去啰 影片正式开始之前提醒大家 如果想看到更多即时新品美妆开箱 直播旅游穿戴 以及更多即时生活动态内容的话 记得去追踪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喔 介绍爱用品之前呢我想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所带的项链 我今天带的项链呢是来自就是YouTuber Alina她的牌子 叫做 MySoul 那这是她们寄给我的项链 那她们家的品质呢 其实我觉得都还不错 那她们家的项链呢在虾皮上面就有买得到了 而且价格呢都非常非常的甜 其实我蛮意外就是这样子度14厚K斤的饰品呢可以有这样子的价格 其实真的是蛮意外的 那我今天脖子上面带的是她们有一个组合 那我不确定现在这个组合还有没有 大家可以上虾皮去看一下说有哪些项链是你喜欢的 因为她们的项链不只是可以单独带也可以做一个混搭 甚至是你可以买她们已经配好的组合 再来呢还有另外一条是这一个字母项链 上面写的就是我的英文字母A 这条我超级无敌喜欢的 那她们家呢我觉得有个不错的地方是她们的延长链都做得很长 那像你每个人的薄围啊或者是你喜欢的长度都不一样 这个延长链都可以做一个很棒的调整 那我目前戴下来以日常我没有带着洗澡也没有带着睡觉 这样戴下来的话是目前是没有过敏的一个状况 但后续呢也还要长期观察说如果我戴出去啊 有碰到汗水啊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那也就跟大家分享如果对于她们家的饰品有兴趣想要找非常优惠甜甜价格的饰品 可以上蝦皮去搜寻一下买售喔 那这次7月的爱用品里面呢有生活保养彩妆通通都有 那我不得不说7月的前半个月我都非常认真的在化妆啊使用彩妆品啊用新的东西觉得很开心 但是在下半个月因为我长睁眼了对 就因为我长睁眼然后医生建议我不要化妆 我当然可以化一些底妆眉毛什么的但是眼妆这部分呢是我很喜欢的地方嘛 就没有办法化我就会觉得那那我干脆不要化了 所以下半个月我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在化妆 但我还是有持续认真的在保养 像是敷面膜啊基本的保养这些都还是有在做的 那这一次呢要跟大家分享我7月爱用就是这一个加丹尼尔她们全新推出的金斩花舒缓平衡液 这个化妆水呢真的是用起来太舒服了 你知道我这个工作我常常就恨不得我自己有两三张脸 因为保养品啊这种东西你常常必须试用至少两到三周以上 你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受 彩妆呢至少你也要试用个几天才会知道说这个产品啊 不管是它的整体的状态是怎么样 所以我就会很希望说我这很多张脸可以试用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好有点离题了 加丹尼尔这个化妆水呢我当初刚开始用的时候觉得它的味道有一点不习惯 但是呢越用你越喜欢越疗愈 它就是给你一个很放松的感觉 一开始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讨厌只是会有一个不习惯的感觉 但我的朋友呢他觉得非常OK 他刚开始用的时候就说这个味道我非常能接受 所以味道这部分呢是蛮因人而异的 但我只能说我现在用起来真的很喜欢 我每次只要拿它来擦脸的时候我都觉得好舒服 对它的味道真的好舒服 那这个化妆水就完全就是液态的 我可以建议大家使用化妆棉或者是直接放在手上轻拍脸部都可以 就看大家的习惯 那像我刚好这段时间就是因为讲睁眼嘛 我觉得用擦拭的方式就很方便 就可以避开掉一些你不想要碰到的地方 那它呢有足够的保湿力以及舒缓的效果 我早晚都可以使用 那你其实要湿肤当然也是可以 只是消耗的量会比较快 因为一罐才150ml而已 我觉得容量也可以再大一点 因为这罐真的好好用喔 我一次用量真的都没有再省的 早上用的话呢会让你整个人就是慢慢的清醒 是在一个很舒服的状态啊慢慢醒过来这种感觉 那晚上用的话呢就可以让你的肌肤得到一个舒缓放松的效果 这罐我真的是好喜欢 就是我用完是绝对会要再补货一罐的化妆水 如果你想要找一罐就是低敏感不刺激 然后又有足够保湿力跟舒缓的化妆水的话 加丹尼尔这个可以非常的可以 那你也可以搭配他们家的金展花面膜一起使用 我觉得那个效果也会更加成 那如果大家对加丹尼尔的产品有兴趣的话 都欢迎使用我的折扣码可以打85折哟 那详细的折扣码资讯呢都会在资讯栏 有兴趣的话就点开来看啰 再来下一个呢就是这个 这支唇釉色号是05号 我已经有拍过影片了 有一支全部脸都用韩系彩妆的产品完成的妆容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点这边连结去看一下那一支的完妆影片 那我今天上的唇彩呢也是这一支 因为我觉得这一支唇彩超级显白 虽然它是雾面的 可是没有让人家觉得雾面的那一种紧绷 然后很距离感的感觉 所以这一支我真的觉得个人擦起来超级喜欢的 它不管要搭配大地色啊红色啊橘色的妆容都可以 因为它比较偏的颜色是这样子 有一点带橘调砖红色的感觉 好喜欢的真的好好看 那你要暈染的擦或者是饱和的擦都可以 它的质地非常的水润 所以你上上嘴唇上面是很舒服的 这一支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 我今天就擦它 除了就是很有视觉的感觉之外呢 就是整体的气色会看起来非常的好 那持久力的话我觉得就比较普通啦 它基本上吃东西都还是会掉 但是不会到完全掉光光 还是会有一点微微的颜色在唇部上面 但这个呢还是会有沾杯的状况 所以就提醒大家如果带这个唇彩出去的话 还是要补的 再来我想介绍一下我七月很爱用的彩妆工具 就是来自SOLON他们全新推出的这个刷子 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比较 舌头形状的这一个刷型 这支他们全新的刷子是F04号 这支是一个腮红刷 那大家仔细看一下它的形状就是这样很像舌头 然后它的尺寸又非常的刚好 这个尺寸就是很适中 对于每个人的脸型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操控 它的刷型又是做这样比较扁扁的 然后刷毛的层次又做得非常好 沾粉粒云粉粒也都做得很优秀 然后重点是这支是做纤维毛 我觉得纤维毛能做这样完全不扎肤啊 然后又可以有个很好的效果 真的是很赞 那这一支呢我这阵子都是用它来上夹材 因为你上的位置就可以非常的精准 你知道吗 那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是新手 甚至想要找一支好用的腮红刷 这一支真的非常非常的可以 就推荐给大家 这支刷子真的是太好用了 再来呢还有这个他们的睫毛书 我那时候收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诶这个真的有好用吗 我就用一用看 结果我发现 OMG很赞耶 因为我自己认为我的睫毛算是还算多的 但是我的睫毛长得它并不是很规则 就是它的层次很多 就是它会有分好几层 那这会造成我一个困扰是 我就算把睫毛先稍微顺过之后直接夹 它还是会歪掉 歪掉的话睫毛就是上层这里可能夹到那边去 下层可能夹到那边去 就会有一个岔开的一个状况 但是这个睫毛梳呢完全解决我这个问题 我在夹之前我会先用它把睫毛稍微梳过 因为你看仔细看一下它的那个刷子的尺寸 它中间的间隔缝隙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适中 长度呢又可以让你整个睫毛这样砍进去 然后把它刷开 然后夹完之后呢也可以很轻易的把它梳开 甚至是我现在是有就是刷睫毛的话 也还是可以很轻易的这样把它梳开 所以这一支睫毛梳我个人用起来非常顺手 然后也让我的睫毛可以不用靠夹子的一个状态下 可以夹出一个我个人很满意的卷翘度啊 以及它的形状 我自己用起来很喜欢 那这一支很棒的地方是它是可以做这样折叠攜带的 所以你平常如果带出去用的话也是非常的OK 如果你是有接睫毛的人的话 这个我觉得应该也蛮不错 你就可以顺一顺输一输 然后它上面呢也有附一个透明的盖子 所以如果你也不用怕说卫生问题 怕它就是去勾到一些棉絮什么的 它是可以这样子把它保护起来的 你看这样子一支小小的丢包包里面完全的OK 再来最后一样呢是我真的觉得 大家应该都必备吧 这样子的生活小物就是 手 机 架 当初这样子的手机架是我爸先买的 那我后来就是用的时候觉得 天啊这太好用了 但我怎么好意思就是把我爸的手机架 就这样子直接轻来用了是不是 那我刚好这次买新的AirPods 它有附一个就是组合吧 就是手机架 我就选了这样子的组合 因为我觉得这个手机架真的太棒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收纳起来的话就是只有这样子 扁扁的小小的 所以如果你平常放在桌上不用 你也可以把它收成这样 那它的底座呢是有一点重量的 所以你不用怕说你手机放在上面之后 它很容易翻倒 再来它的背后这里 你仔细看到它是可以这样 伸缩的 它就是可以依照你想要的高度去调整 再来除了这个后面可以伸缩之外 这里的那个弧度也是可以调的 它当然也可以翻到就是90度以上 但通常你也可以就是平平的这样子90度就可以 手机也可以平放在上面 然后这个又不会很松 卡的又刚刚好 然后手机又不会这样子乱倒 我真的觉得这个手机架真的是超级无敌方便 你要架在那边看距啊 手机直的放横的放都可以 呃大小是放那种iPad mini都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像什么iPad Air啊Pro 我没有用过我不知道 因为我家里也没有这样子的产品 但是放iPad mini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手机架呢 我前阵子因为要拍一些生活Vlog 然后我懒得接脚架 我就把相机放在这个上面 结果它就这样卡一个刚好的位置 它就这样架着 我就觉得 OMG 这手机架真的是太好用了 然后 我觉得大家就上蝦皮上面搜寻一下吧 这种手机架应该蛮多的 而且应该也很便宜 就可以找到这个手机架了 所以就分享给大家 我真的觉得 这个东西真的是 太好用了 好的 今天以上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我7月的爱用品 那也希望大家喜欢这样子的影片 那生活影片的部分呢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啦 就可以看到我更多一些 嗯我私底下都在干什么 那如果想看到更多即时新品美妆 开箱 直播旅游穿搭 以及更多即时生活动态内容的话 记得去追踪我的Instagram和Facebook 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这影片按个赞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按底下留言告诉我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还有全部通知 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支影片哦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